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远离胃食道逆流 有三大好习惯一定要维持吗 第一个 知识引流 我们常听到在医院里头引流等等 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所谓的知识引流 其实知识引流是非常重要 而且实证医学是对胃食道逆流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们要跟地心引力做朋友 我们吃完饭以后很多人都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其实这个时候东西容易积在胃这边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吃完以后要散步个五到十分钟 你一面走的时候胃酸会往下流 食物往下流 这样的话对胃食道逆流是最好的 那吃七分饱 八分饱 九分饱到底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是七分饱 那如果说吃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吃得太饱 因为如果你吃七分饱胃微微脏一点 它收缩率比较小 你上面有点松弛一点 但是你收缩率比较小 它就比较不容易逆流 相对你吃到十分饱 十分饱胃胃胃脏一收缩怎么样 力量很大 这个时候胃酸就容易逆流 可是七分饱到底有什么概念 是觉得还有点意有味劲吗 就是没腰 没腰 不是嚼臭吧 当你开始觉得我发现不饿了 大概就是七分饱 就可以了 觉得不饿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是 所以慢慢吃了 三餐定食也很重要 对 三餐定食的话就是说 大家比较不会说 摇摇坐顾 一下下一餐就吃得很大量 有一餐就吃得很少 另外吃东西就好能够慢慢吃 你慢慢吃东西下去以后 它慢慢消化 从胃里面流走了 你继续再吃 不要说一下就吃很大量 这样的话胃就容易脏起来 然后收缩压力就很大 好 而且前面一直提到说 负压 像叶艾琳她只要一用力唱歌 胃酸就逆流了 所以负压对于这个灰修心 其实是很重要的造成原因 肥胖之外 怀孕负压会高 另外吴医师 你有一些病人就是喜欢穿紧的 有些病人其实我们肥肉 其实会晃的 他其实也没什么 他希望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让他感觉 肚固一下 然后肉不会在前面 肉在旁边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扁一点 不会这样凸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穿一穿 感觉上这个 穿那个礼服的时候好看 但是有的人就只有穿到肚脐下 这样子就是裤子而已 那有的人穿到马甲 这样子 所以我的病人他就老跟我抱怨说 我跟你说我 我的心脏病 觉得很不舒服 我说 心脏病很不舒服 把他卖下去 我说 你的胃酸很多 我说他说 你也知道 他说胃酸多 但是我有注意 但是我就是 我因为胃酸多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穿马甲 这样穿起来我就不会 因为胃酸多 被人都叫胃热型的 所以他的肚子很容易饿 原来肚子 或者是你L可能就小一号 就M的就好了 结果他是L的穿到S的 太小了 所以那个这样子 像宝宝长 宝宝长 所以他整个就卡住 然后甚至于就这样往上顶 所以他就很不舒服 甚至会觉得 我是不是心脏复发了 所以这个颈身医的这个部分 那还有一些颈身医 不是这样那种卡住的 他是有弹性的就会好一点 那甚至于有些病人 像我们那时候 怀孕到了六七个月的时候 这个已经通过 已经到了这个肚脐的上顶的这里 那他就会 这边的食道的距离 就变得比较短 因为娃娃越来越大 就顶上来 那他也常常跟你讲说 我就小心 他说他光光不是躺着 他睡觉要躺着 是15度的 那甚至于要这样子 15度45度再睡觉 因为怀孕会取 这妈妈很辛苦 那他这个部分就会觉得 我们要用一点 那妈妈我们也不能给他乱这样 所以我们用一点穴道 针灸 甚至于用一些耳针 那还有就是 有的病人 一下子胖瘦 到后来不理他 他说反正我怎么吃都会胖 所以不理他 从瘦的 要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最大一个不疑 就是他的胃酸逆流会严重 严重 那刚刚提到说 像穿这个颈身衣 吴医师说有人穿裤子的 有人穿到肋骨这边的 对于胃食道逆流有影响有差别吗 还是两种都不好 马甲那种最不好了 因为范围相当的大 整个胃也压到 藏着也压到 东西就很不容易下去 但是我们实际上 临床上很常遇到 因为胖的人 他比较容易胃食道逆流 对 所以他又喜欢有个腰身 又缩得特别紧 所以是雪上加霜 常常是更严重 是 好 所以刚刚提到 包括叶爱玲也没有办法平躺睡觉 很多病人是要 起来一点点睡觉 这到底要怎么睡 叫做所谓的高疹无忧吗 我们请嘉一世来告诉大家 对 刚才许医师有提到 要对抗胃食道逆流 就是要让你的食物顺着地心引力 知识引流 对 知识要引流 你的那个为什么时候 跟你的地心引力对抗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你就是要平躺 对 反正很多人 其实最好的是 你要让你不要胃食道逆流 你最好就这样子 坐起来睡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 很难受 对 我们睡觉还是喜欢这个样子 对 但是你会想到 这个时候你的胃其实是平的 所以常常讲说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 你又在睡前 有吃了一些东西的话 这时候胃酸就很容易跑上去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睡觉的时候咳嗽 咳嗽 咳嗽 就是因为他一直跑上来 夜咳的关系 而且不只咳嗽 我自己前阵子有一次的经验 就是可能一个聚餐吃太饱了 真的 一躺下去 那个胃酸 晚上就跑出来了 快到鼻孔 对 因为吃完饭 大家都特别想睡觉 对 吃了比较晚 吃了就昏昏昏睡 有的会告诉你说头抬高 你头抬高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枕头垫高一点 像这样 可是你有想到 这样有时候会不舒服 因为这个颈椎真的不舒服 所以说我们在这时候 没有办法这么高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叫病人这样睡 另一个枕头是放直的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点 你比较不会说这样子垫的 就是像颈椎的脖子太大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个还不够高的话 有时候你这个底下这个枕头 可以再垫高一点点 但是至少 就是重点就是在这个 这个直的一定要放 你不要让它角度那么的倾斜 那么的突然间 从腰部上来 颈椎就上来 就是不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诀窍 如果你这样垫还不行的话 还不行 你就要往左侧躺 为什么 因为它的胃在这边 胃从这个地方那边 各位可能不知道 胃是向这边弯的再过来 向这边弯再过来 所以如果你左侧躺的时候 它在下面 那东西比较容易卡在这边 就比较不会往上跑了 因为会有的容积在 就刚好会倒出来 不是算倒出来 是倒到那边去 因为这边刚好装在这里 如果你往这边倒的时候 倒在这边 胃的摆在这边 东西都会往下这边 是 往这边跑 因为它下不去的时候 它就会往那里流 但是要怎么做 这时候就可以拿出第三个枕头 家里头床上摆了很多枕头 就这样子 一般饭店只有两个 所以要住高级一点的饭店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真的 胃伤利用很厉害 先坐两个枕头 再上来 还不行的话 你就再加一个在里面上的左侧躺 你睡那个孕妇 六七个月 也是要左侧睡 也是要左侧睡 对 这样子也OK 就比较不会天 很像怀孕的妇女 怀孕妇也可以这样睡 好不好 因为肚子特别大 一般我们也可以自己左侧睡 跟后面垫一个枕头 那有什么差异 你自己左侧睡 你很容易姿势就会失衡 你自己没有 如果你去录影的话 你发现你也可以办法 一直这样左侧睡吗 不会的 你会躺回来 对 所以你搞一个这个 就OK了 让它顶住 让它维持这个姿势就OK了 强迫你左侧睡 所以像王老师他现在没有很测 对 没有很测 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要看 可以了 你不要一定要这样 这样脆就对 不要那么极端 大部分这样就OK了 是肩膀要垫高 肩膀要头垫高 不是说只有头垫高 有时候有些病人 回去以后说 你叫他肩膀要垫高 他第二次回来说 糟糕 我喂食道尿尿还美好 结果多了一个烙子 因为他只是把脖子垫高 你只是头垫高 角度根本还是平的 一定要都上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这样子放 肩膀要垫高 好 还有最后一个说 释放身心压力 王老师 你睡前 你说你都做什么运动 其实睡前的时候 除了一般我们讲 你可以稍微冥想 让自己放空以外 其实我一般会搓搓熟心 让它热的时候 让我的眼睛敷一下 还有刚才胃的部分 我会敷一下 我就把它搓热热的时候 把它捂在眼睛上 让它放松 另外搓热热 如果胃有点不舒服 我就会这样敷在胃上面 因为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胃酸分泌也会增加 所以放松一点 胃酸不要那么多 我都伸脚趾头 都伸脚趾头 上下 这样放松就对了 因为你这样放松的时候 会把那个肝筋 太充血 然后把气往下引 你会比较好睡之外 那个气 我们的胃酸 你会比较往下引倒 或者是做一点拉拉筋 像如果今天没有枕头 一般我在这个床上 我会稍微这样车 让肠胃稍微动一下 这边 就是让肠胃稍微动一下 对 让肠胃稍微动一下 因为我们发现你躺下来 你的肠胃稍会有胃移的情况 所以我一般会这样 做一点这样轻轨的 让肠胃稍微蠕动一下 那再放松深呼吸 让自己可以比较好睡觉 但是我都不会做这个 因为我来不及做 因为我躺下去就睡着 就睡着 跟我一样 好 所以睡前 可以做一点放松运动 拉拉筋 然后左侧跟右侧 王老师的动作 让肠胃蠕动 这些都很好 另外避免咖啡跟酒 还有辛辣食物 重点是 原来吃饭要有干湿分离 而且是湿得鲜 然后先喝点汤之后 再吃干的干饭 不要混在一起 避免胃食道逆流 越来越严重了 就慢慢吃 然后这些强胃的穴位 大家平常抱健 就可以随时来用了 健康2.0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王老师一躺着拜拜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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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